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所举办的 梦想起跑夏令营 第二场活动的第二天晚上 在团队挑战官时 每个孩子都玩得是不亦乐乎 大家的互动不仅更热络 团队向心力也更强咯 到了最后一天 扭蛋机DIY的时候 每个小朋友都展现出无比创意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在节夜市中 孩子们面对将与志工伙伴别离 大家离情依依地流下感人的泪水 还彼此相约明年再见 小石小向前冲 小小兵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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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完对呼准备出发闯关去 在充气垫上提足球可没那么简单 大家惊声尖叫 是为了不让对方得分 双方不停厮杀 有人趁守门员不注意 终于进球得分 踢足球还不够 真人版的泡泡足球踩刺激 这位志工被小朋友团团围住 还是老心宰宰没跌倒 还有这关志工伙伴拿着各种道具 摆出不同难度的知识 想要考验小朋友的记忆与模仿力 没想到小朋友还是闯关成功 第二天的夜间团队大挑战 安利志工带着小朋友们连床舞蹈关卡 不仅让孩子们借由活动凝聚团队向心力 也加深了彼此的感情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可以陪着这些小朋友们 然后呢 让他们的成长过程里面 会有这么精彩的花絮 来到活动的第三天 小朋友自己动手做扭蛋机 每个人都充分展现创意 让志工伙伴觉得成就感十足 非常的有成就感 而且你会看到小孩子 有的他就会做得很精准 那有的可能他可能就 比较没那么的精准 但是他会很想要把他做得很好 然后也会想要把那个 整个图画得很漂亮 把他的梦想 把他想要的东西就写在上面 你就会觉得还蛮感动的 因为透过安利公司这样子的引导 让他们开始会对未来是有想法的 每一次点稿能爬起来 时光飞逝三天的夏令活动 接近尾声 志工伙伴不仅亲自为孩子们 在国字挂上金牌 并送上证书及亲笔 写给孩子的鼓励祝福信 希望他们都能收获满满 当孩子们与志工深情拥抱时 再也忍不住离别的情绪 留下依依不舍的泪水 即使活动就要结束 但在每个人的心中 已经留下美好的回忆 为了延续得来不移的缘分 大家还相约 明年一定要再见 安利新闻综合报告